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我要给大家做一个中文视频 因为上两期做的都是英文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然后呢,这是7月的第二个周末的 然后7月初到现在 我有买一些开架式的彩妆品 然后有收到一些礼物 然后还有自己在韩国和日本商店 购买的一些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就开始吧 有我从那个Alta买的一些开架式的东西 还有一堆是我在日韩店买的东西 我把它合并在这个韩国的美妆店的包包里面 然后呢,我们先开始说Alta里面的东西吧 第一个是这个欧莱雅的睫毛膏 这个是叫Miss Manga 是一个这样子熊猫的一个包装的一个睫毛膏 我听说这个还蛮好用 因为它这个刷头是那种就是我喜欢的毛的刷头 不是那种橡胶的刷头 然后我买的是超黑 我一般买睫毛膏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买最黑的那个色好 然后不像我眼线 我眼线几乎都是用咖啡色 就是不要太明显 但是睫毛膏我觉得既然你要擦睫毛膏 你就是要又浓又黑的 然后我要试一下 因为睫毛膏的话 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型 有的纤长浓密 有的水 如果太水的睫毛膏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眉根睫毛分开 就粘在一块一坨一坨的就不好 所以说我试试吧 我到时候给大家分享它这个怎么样 下一个是这个OLE的眼霜 然后这个眼霜上面是说 就是亮泽眼下肌肤 然后是说去除黑眼圈的 我来给大家试一下吧 就像这样子有点珠光 珠光的 挺润的 其实擦在手上我就有一种 primer的感觉 有一种那种妆前乳的那种 感觉挺雾面的那种 然后我这个也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够不够滋润 它是说luminous 就是提亮眼下肌肤的 然后我觉得我的黑眼圈 因为比较重嘛 就是在不化妆的前提下 所以说几乎我到现在用过的眼霜里面 没有什么可以真的就改善我的眼下肌肤 所以说我也不期待它有多好的效果 但是只是试一下 也是就是我想尝试多一点开架式的东西 和大家分享哦 好 再接下来是两支这个 瑞尼 Remo的两支 雾面的唇蜜 应该是唇膏放在唇蜜的这个 tube里面 然后它擦在 我给大家试一下颜色吧 第一个颜色它是叫 Atomic Rose 然后这是一个 就是肉粉色 让我看一下 这还挺好看的 它是刚擦在手上是那种褶泥状 但是过一会就变 会变雾面 然后第二个颜色是 Apollo Apollo的颜色 是这个 Nude的裸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有可能 在就是皮肤比较有 美黑过的皮肤色上会显得比较好看一些 因为我的就是肤色的话 它有可能会把我 Wash Me Out那种感觉 就是会跟我皮肤融成一色 就不一定好看 就有点土黄土黄的颜色 我不知道 到时候试一下吧 不过这个也很便宜 就几块钱一支 所以说试一下也无妨 好 下面两个是这个NYX的眼胶笔 是那种眼影棒 它是那种像cream texture 但是是放在这种笔状的里面 我拆开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我买的一支是粉色的 珠光粉 一支是这种紫色 就是紫罗兰色 薰衣草色的颜色 都是好像带有珠光的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可能就是对夏天嘛 现在夏天快到了 然后我们这里加州 圣地亚哥就是超热 不好意思 我刚去喝了一口水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说 就是第二支是这个紫色的 薰衣草紫色 然后我说到 我们这里圣地亚哥 加州圣地亚哥天气超热 我觉得有可能需要这种 比较淡淡的 又是有比较有点色彩的颜色 来搭配这个夏天了 我给大家试在这里颜色 哇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漂亮 就是那种淡淡的 有点像马卡龙色的 有点珠光的感的一个颜色 然后像这个NYX的眼影棒 我有在之前一个 就是画眼妆视频里面也有分享过 我有这是一个粉红色 看到吗 然后我在之前一个视频里面 也有用它家的一个白色的打底膏 然后这个你在眼影前用 它就会让你的眼影会更持久一点 然后它也有挺多 大概有20种颜色吧 差不多 然后挺够你选择 这两个颜色我挺满意的 很喜欢 很漂亮 对 好 接下来让我看一下 接下来是这一个 这个我已经打开试用过了 是这个欧莱雅新出的24小时的粉 我从初中以后 我好像就没有再有用过欧莱雅加的粉了 然后这我之前有试过 它其实挺 就是挺creamy的 它不是说那种粉 就是很有粉状 它这个有点雾面的感觉 我想夏天有时候吸油 然后我有听挺多人说 它这个妆感挺持久 然后也不是太厚的感觉 所以说我想试一下吧 也从来没有试过 欧莱雅加的粉 然后这种开架试的 我想夏天你用很多 也不会觉得浪费 是不是 对 这是另外一个 让我呢 让我先拿一张纸 把手上的这个试色先擦掉 好 接下来两个呢 是我之前就是网购 Alta的东西 它送我的两只东西 一个是Urban Decay的 妆前primer喷雾 它挺好 这是随身携带的这种size 然后 这个我也 让我看一下 喷得出吗 对我也没有用过 但是有听到好评 对这一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sample 是这个Strivectin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念的对不对 所以他家的这只碗霜 一只小小的小样 然后我想有时候 比如说周末 出去住两天的话 这种小size 都用起来挺方便的 好 接下来是这个 碧柔的一个暖脸的mask 一个面膜 然后 这个我之前 它一包里面有四个 然后我有拆开用过一个 然后里面还剩三 然后这一个是这样子一包 然后你就把它撕开 然后你只要敷到脸上以后 它就会变暖 然后是一种黑色 然后它味道也挺好闻的 然后就放在脸上 它上面的instruction是说 放一到两分钟 你就可以把它洗掉了 但是我会在脸上放 大概十分钟这样子 然后我之前用过 它就是对清洁能力 你把它洗掉以后 你就觉得皮肤 像焕然一新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 好 再下面这个是 我把它放在这个 Alta的包包里面 但是这个是 Nuance 我之前在CVS的时候买的 我之前上周 去好莱坞的时候 就是身边没有带那个 就是洗眼睛的东西嘛 然后我就随意的买了一个 但是后来我一回家发现 原来家里还有 然后我就没有把这个打开 就这样子的一个 截眼睛和唇部的这种 双油的截面乳 对 好 接下来就说到 我的这个日韩的一套 买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第一个是 这个Lanage 兰芝的BB霜 然后这个BB霜 我买的是一号色 它是叫 Snow BB Cream 像在美国这里 买韩国的东西 它上面都会给你用贴纸 贴上英文的标注 因为它那些本来是韩文吧 怕我们看不懂 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颜色 我在店里试的时候 我觉得它这个挺润的 然后就是也挺白 就是跟BB霜差不多 就是BB霜的感觉啦 我好像有点废话 然后可以看一下 它挺白的 也挺润的 擦在手上 我还没有在脸上试过 我到时候试过以后 再看好不好吧 然后我最着重 就在BB霜里面 我最看重的 就是它持妆效果 然后亮白和那种 就是给你那种光泽感 我觉得是BB霜里面 最重要的 然后蓝芝的 我之前没有试过 蓝芝的这种罐状BB 我只试过它加气垫BB 我还挺满意 但是就色号对我来说 有一点就是 不是跟我的肤色 选不到我肤色适合的 那个色号 所以说我这次试一下这款 下一个也是在那个 韩庄店买的是这个 Mamond 中文好像是叫梦庄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试过 它家的这个护肤品 这个是一个T-Tree Toner 因为最近我就是下巴这里 和下巴嘴巴上方 会有长那些痘痘 我就有听说 T-Tree的这种东西 还有T-Tree的 对制痘啊什么 都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这Toner嘛 是第一个步骤 我想可以用那种 Cotton Pad 把脸就用这个清洁 我想可能会对制痘 是第一步 First Step 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开始吧 这味道闻上去还不错 然后它这个水看上去 是那种就是 薄薄的 不是那种厚的那种Toner 就是所以说对清洁 应该是挺不错的 这包装是这样子的 看上去 就是这种塑料的 这挺少见 我不知道是梦妆 还是和其他品牌不一样 因为我几乎买 寒妆的东西 除了雪花秀的 像什么Iopay啊 Lanage啊 都是玻璃罐装 所以很重 所以这个它是塑料瓶 轻轻的我觉得也挺好 我不太喜欢 就是包装的太复杂的 好 然后下一个是 它送给我的小样式 蓝芝的一套小护肤品 一个它们的睡眠面膜 一个这种 就lotion的东西吧 然后还有一个它们的 multi berry yogurt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对 反正有送走不会差啦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是两个日本店买的 然后这一个是说一个补水的 法膜 或者说是护发素吧 我就是最主要其实是被这个包装给吸引了 我也没有用过这一个 嗯 护发素 因为店里面他们都是没有开封也不能给你闻味道 啊 然后是 呃 日本的店 他也不告 就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就问他们怎么样啊 或者是呃 这个效果啊什么的 所以说只有买回来自己试一试啦 然后这看上去还挺好看 上面有几个中文字我看得懂 是美水 呃 唇粒的发 我想肯定是就是护发美发的咯 对 这是一个 然后啊 接下来下一个是这个 呃 lulun 这个我之前有在朋友家用到过的一个面膜 然后这里面一共有42张 我想42张 它是不是让你呃 每每日用 然后给你一个多月的这样子的疗程还是什么 而且我不知道它这种大包装打开了以后 就是能不能呃 再放回去啊什么的 所以说等我试了才知道咯 然后这个 也不知道是什么功效的 它上面就是说regular type的mask sheet 应该就是那种像我们就是呃 亚洲喜欢用的呃 呃一片一片的那种面膜 但是是什么功效我不知道 不过希望它是保水保湿啊什么都有就好了 嗯 然后呃 好 接下来这一个是一个呃 呃 shoe humora 呃 植村秀的一罐啊 呃 泡沫隔离 然后这个紫色好像是有紫色的颜色做隔离 所以说可以修整肤色的 呃 之前我有用过他们那种regular白瓶的那一罐 我觉得还不错就挺轻薄的 也不是太腻吧 这一罐是我的朋友Amy毛她给我从日本带来的 然后我不知道她这个日本版的和我网上买的那种有什么区别 应该我猜应该是挺好用 我们特别夏天到了 还有SPF30PA++ 嗯 而且我很喜欢她这罐子特别特别的可爱 好 下面是两个在斯芙兰买的东西 我也把它归类到这里面 我好多东西都就放到一块了 一个是斯芙兰家的对毛孔隐形的这种鹿 这个是一个护肤品 然后是这样子的 对这个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因为就是时间原因嘛 我怕这个video有点时间太长了 然后第二个是 Mr. Lauder家的BB霜 然后这个BB霜我之前就是之前试色的时候我没有看 但是我买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她对我这个皮肤颜色有一点就太深 而且有点太腻太油了 所以说这而且是一号light 就是最淡的颜色 我也不知道就怎么办了 只能放着再说 等我到时候就是皮肤再美黑一下以后再用这个吧 可能 所以说这就是我所有的 7月份买的一些小东西的分享 几乎都是开架式的 然后我想尝试更多drugstore 然后日本的韩式的不一样地方的东西 然后可以让我看看每一个不一样的line啊 不一样的brand 它carry out的每一个系列有什么不同 我也可以尝试好给自己一个review 也给大家一个review吧 好啦那就是这一期我的7月 ALTA和Korean Japanese Cosmetics 希望大家喜欢 那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